我今天是想和大家做健康的保養運動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生完小朋友之後 我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當我為了年半的人奶 我的胸 即使我經常做運動 我的胸都是下水得很重要 就像一個扭氣的袋一樣 我上面是沒有了肉的 所以真的很不美 然後我用了接近年半的時間 我每天洗完澡之後 我都會用一個特定的手法 去幫胸部做一個按摩 用一些身體 lotion 然後我很堅持 差不多一個星期 我就會做三至四次健康的運動 我是用自己做了這個實測 去告訴大家 因為有很多女生問我 究竟生完仔 餵完奶 胸下垂了 是否永遠都不能回頭 對 我就是這個例子 可以回頭 因為我最近 可能兩三個月前 我開始發現自己的胸部 是乳頭的位置慢慢提升了 去回我們上手臂中間的位置 即是標準的高度 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說 去做一些胸部的運動 除了想自己升級之外 其實保持胸型也是很重要 對 最後一次 我就會跟大家開始今天的workout 我今天會用一個1kg的啞鈴 你們可以拿著兩支水瓶 或者如果你家裡有啞鈴 就可以隨著你自己喜歡的力度去拿 對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加油 OK 我們一開始 我們先坐在這裡 對 跟腳坐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把兩個啞鈴 合起來 我們兩隻手肘打開 我們手指是變慢用力的 然後拉開它 就是這樣 動作我們一直保持手臂有十度 開始了 在這裡 第一次 開會 拓張 拓張 開會 不開 開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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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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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